Hello 大家好 我就是想给你们平淡生活 加点甜味的胖仙女朱丽 母亲节就快到了 本来呢 我给我妈妈准备了一个 非常有料的母亲节surprise 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疫情 把我们分割两地 但是我朱丽本仙女 怎么可能就此放弃呢 所以今天我还是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我想看看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哈哈哈哈 好 先带大家去看一下 今天的男主角 Hello 不是你 不是你 再见 可是不是你 男主角在此 一只鸡 那我今天的计划呢 是这样的 因为呢 我本人呢 真的是有非常多的优点 人美心善 还特别和蔼可亲 简直就是天上有地下无 全宇宙值得我一个 哈哈 不过呢 在做菜这个方面啊 我真的不是特别的擅长 但是我妈呢 隔离期间 在食材如此有限的情况下 还把我爸至少养肥了十斤 十斤 可见 我妈的厨艺是相当了得 我平时呢 也最喜欢吃我妈妈烧的菜了 哎呀 我妈的清真鱼 红烧养肉 肉丸 蛋脚汤 哇 还有肉米茄子 哇 真的好棒哦 你们妈妈的厨艺怎么样 是不是也像我妈一样 上得天堂 下得厨房嘞 我妈平时呢 最拿手的菜之一 就是这个 红烧鸡了 所以呢 今天我就要请教 这位老法师 怎么烧这只鸡 然后烧完以后呢 我就会 闪送给他 做母亲节礼物 我是这样想的啊 见不到我人 就见这只鸡 见鸡如见人 嗯 你们不要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 我还给我妈妈 安排了另外一场惊喜 你们就等着看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 连线妈妈找妈妈吧 你好 妈妈 哎 今天我要跟你请教 烧这个鸡 这什么鸡啊 红烧鸡 我该怎么做啊 第一步 先把那个水啊 水烧开 放点那个姜 生姜 把这个鸡肉啊 稍微弄点盐啊 捏一下 把它拌匀 料酒呢 料酒现在可以放一点 去腥嘛 有腥味嘛 放点姜片 好 这个搞的鸡汤可赞啊 看我用这个嘛 嗯 对 把水沥翻 放油 然后蒜泥和葱爆一下 对对 再炒几下 哦妈妈好香啊了嘛 啊 好香 然后呢 然后都是放点生抽 嗯 嗯 少放点 放老豆 然后放啤酒油吗 把鸡块全部摸掉的啊 对人家不是啤酒鸭嘛 妈妈 我今天烧的是鸡 不是烧的鸭 我 热的鸭放啤酒鸭 可以的鸭 给我看一下 嗯 炒饭 好油 换一点 少放点 少放点 好 然后放那个冰糖 大火烧个五分钟 再用中火烧 焯五分钟 哎呀妈妈正好反正你在那个烧 我们聊聊天呗 妈妈我问你我小时候到现在最调皮的一件事情 你还记得吗 就你最生气最生气的一件事情 倒皮的事情多了 哈哈哈哈 最调皮的 啊 读书就是把人家的手压在门缝里嘛 不让人家出来嘛 压断了对不对啦 我记得这个真的不是故意的 所以老师叫我去了嘛 所以我这个生气的呀 哈哈 妈妈 那你还知道哪些我的秘密啊 我那时候帮你打理那个写字台的时候 抽屉里好像看到有减肥药 啊 就减肥药 对吧 那说明我药好看了 说明我谈朋友了对吧 对啊 减肥药 我知道这个药 我跟你说不好吃的 要伤肾 伤肝的 妈妈 那你有多少个前男友啊 我呀 我没有 我们大个年代 八十年代 都是很成的 那你怎么会看上我爸的来 他这么黑又没你聪明 本身就是同学嘛 小学同学 后来碰到了嘛 他那时候做警察 穿制服的嘛 我从小就是对解放军警察 感觉很好的嘛 你就被他这身警察给见了是吧 他人也可以啊 人肯定比较好的嘛 如果你现在能回到十八岁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要好好读书啊 哎呦 你跟我一样 我还想把学历读上去啊 你学历比爸爸高这么多了 我那时是想读 特别是英语啊 想去读大专的嘛 嗯 后来爸爸说 要上班要带小孩 读什么书啊 我就没给我去读啊 我一直喜欢读英语 你那时候不是英文课代表吗 你不是帮爸爸读课吗 读英文吗 他不是你同桌吗 他不要读 他这个字母都读不清楚了 这么多 读书的时候写字 他还帮台子上 一颗了那个三八线 这不能超过 超过就是一拳 妈妈 那你在生我之前和生我之后 你觉得你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我还没结婚的时候 我哥哥姐姐都结婚了嘛 有时候呢 外婆跟我说话什么 我又觉得很唠叨 所以我就不想听 有时候他说我什么嘛 我就跟他有点闹气嘛 外婆说你不是因为你穿衣服太时髦了吗 我穿的时髦 外公把我衣服都锁在土里面了 外公呢是在青土上班 他一个星期回来一次 所以我把气呢都出在外婆身上了 我一下班 一吃好饭就到楼上去了 就不理外婆 所以外婆就是有时候要掉眼泪啊 她也想跟我多说点话啊 我就不理她 我就心里憋着个气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 吵啊闹啊这个从来没有的啊 等生了你以后 闪月了 我不是回到外婆阿里去吗 那时候我就一下子 就觉得月子里照顾小孩啊 晚上没有睡啊 那时候两个小时给你喝一次奶啊 我就觉得人很累很累的 到外婆家里 我一下子就人好像醒不过来了 哎呀我就生了一个就这么累 那外婆生了四个奶 外婆很不容易 我真的不应该 不应该把气图在外婆身上 一直到她临终 我都没有跟她声音响一句 因为这时我就知道 我做一位母亲很不容易 那你真的做女儿这方面比我做的好 你有时候比较急嘛 你有点像爸爸 我不是有点像我很恨的好吧 我长得也像我爸 原来像爸爸福气啊 福气什么 我不要福气 我要好看 我要像你一样好看 嘴烧干了嘛 哦 来你看看妈妈 你看 在收汁的吧 要大火吗 哎火大一点 好 我把辣椒放进去 然后大火炒一下 再用最小的火焖一下 今天可以吃到好吃的红烧鸡了妈妈 等会我们出锅看一下味道怎么样 哇塞 好像这个是有点颜色是有点多啊 妈妈我好像老抽货太多了 怎么样 还可以颜色 大家觉得颜色是吗 咸到不行啊 还好啊 嫩的 哇老妈妈 好嫩的 哦好吃啊 我第一次烧出这么好吃的菜 今天挑战红烧鸡块 挑战成功舞爪 非常感谢我们亲爱的王老师教我 那我们就先这样了啊 辛苦妈妈了 我爱你 妈妈妈妈妈 好的 妈妈再见 再见 其实本来录这期视频之前 我还以为是一个非常欢快 非常娱乐的视频 但是刚刚跟我妈妈在聊天的过程中 听到她最想做的事情 是好好读书 因为那个时候 又要上班 又要照顾我 所以她就没有再继续读书 继续进修 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 然后听到这个的时候 我也真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 真的觉得妈妈很伟大 可以为了我放弃她自己的理想 放弃她的梦想 今天妈妈还带我烧出了 这么好吃的红烧鸡块 从小到大都吃 妈妈烧的菜长大 我现在就赶快把这个 还热腾腾的红烧鸡块打包 然后闪送给我妈妈 谢谢啊 辛苦了 拜拜 哇 哇 是菜呀 还有温重的热的 很好吃 这个鸡烧得很嫩 味道也很好 那是你教的呀 那你也聪明呀 哎呦 烧是你烧的呀 哎呦 妈妈你等一下 我还给你安排了一个惊喜 一个节目表演 哈哈哈 你猜谁给你节目表演 哈哈哈 我还猜 猜不出来一下 哈哈哈 我为便宜的妈妈演唱一首 天上的鱼 希望她喜欢你 风起的时候 我好想 很深情的 哈哈哈 很深情的我妈说 好 十六节 要一个时刻 你在哪里 好 今天很开心 阿福 谢谢阿福干嘛 你要谢我 妈妈 母亲节快乐 哦 谢谢 谢谢 软心的菜 好吧 红烧七块 看到妈妈笑得这么开心 我终于心里也算松了口气 虽然我小时候不好好读书 很调皮 没少爱她揍 也没什么出息 妈妈一直被她的小姐妹笑 但妈妈都忍耐下来了 一直在无怨无悔地为我付出一切 无条件支持我 攒钱给我补课 读书 支持我出国 结婚 一直到工作 现在我长大了 懂事了 平时努力赚钱 给她补贴家用 带她出去旅游 给她买她舍不得的化妆品 衣服 等等 现在 她除了还没当上外婆这件事 会和我唠叨两句 其他的 好像还对我挺满意的 哈哈 有时候 我一直觉得 妈妈像我的朋友一样 我真的什么都能和她聊 而且她还能和我的闺蜜 打成一片 一点距离感都没有 有这样一位 开明开朗 睿智美丽的妈妈 是我的福气 虽然疫情 暂时隔离了我们 但我相信 妈妈一定能感受到 我对她的感激和爱 妈妈 我爱你 谢谢你给予我生命 包容我所有的缺点 谢谢你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 打赏 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 亲爱我 要跟你讲 你说 别说别这种很帅人的你说 我爱你 谢谢你 我妈妈也爱你的 妈妈很爱你们两个冷冬 我们坐标是在上海 我没有跟我的妈妈隔离在一起 祝我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大家好 那个我是叫黄雨桥 我要战胜疫情 希望母亲的节到来的时候 我们让人在外面大欺一顿 我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平安安 亲爱的妈妈 迈老 祝你们两母亲节快乐 不止母亲节 每天都快乐 我很爱您哦 在今夜的特殊日子 我想对着妈妈 包括女士 说一句母亲节快乐 还有想对我妈妈说一句 爱你妈妈 辛苦你了 希望我妈妈 不要被母亲两个治所限制自己 希望她们可以自由自在 做出自己想做的事情 最后再重重地说一下 妈妈 I love you I love you Hello 妈妈我爱你 我也爱你啊 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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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